随着民进党在北市布局也进入到征询的最后阶段 而巧合的是指挥官陈时中在解隔离出关之后 行程也变多了 对于参选规划 不但松口说时间到了会跟大家报告 就连上市农委会的业务足夹余事件的主轴 好像也拉到了抗中氛围 看来已经先进入了选战模式了 原本已经不固定主持记者会 那么在今天有现身 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是在提醒 他跟防疫密不可分呢 还是说想要压低台北市蠢蠢欲动的林佳龙呢 我想都还没有到的事情 我们就时间到了会跟大家报告 确诊出关之后 睽違已只有首度出现的公开行程 陈时中满面春风 因为知道这一题一定会稳 长期的社会对这事情也讨论很多 那不免在党的内部也会对这事情做一些讨论 不过大家一致的共识 都是在整体来讲 把疫情勾而合 回选情不忘拉疫情 陈时中要大家记得 他与防疫的密不可分 但这主控权连别人的业务也没访过 有些国家在疫情期间 不断做这种无谓的指控 那做这种不当的 这样在贸易上不断的一个手段 我们认为是极其不当 就是硬要扯中国嘛 因为他大概除了抗中之外 什么都不会了 他市政议题又不熟 他怎么怎么打 你现在要去跟黄珊珊比台北市吗 怎么比呢 对不对 可是这个议题不是他所属 28号陈时中突如其来的路过指挥中心 谈的却是农委会管的竹甲鱼 抗中难道权位保时中 本来改为只有重大宣布才需要现身 陈时中事隔一天却亲自主持疫情记者会 是防疫还是防范疫情 陈时中目前所做的一切动作 都是英系跟新潮流希望能够押服政国会 让林嘉隆心服口服 然后愿意自动退出的这样一个动作 他就是遵从苏贞昌的指示 在打一场防疫的选战 所以呢现在表面上是为了防疫 实际上都是为了选举 所以你看他莫名其妙路过防疫指挥中心 然后今天故意去参加那个记者会 然后好像有重大效率宣布 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 其实目的就是要增加 他自己在党内的支持度 以及社会大众对他的复光度 要重新再回温 对陈时中现在重新提高他的支持度 或是呢对他声量的帮助 不是真的这事情重不重要 是对他如果有机会出来参选台北市市长 有没有帮助他是用这个来判断重不重要 北市提名进入最后阶段 随着郑国会林佳龙动作频频 城市中接连两天存在感刷好刷满 强势复出宣告自己没离开过 记得联邦昌林佩轩小友团报道 那么再来我们就要先来关心一下选战 这个蓝营北市看似还不错 但是呢有四种的可能 那么黄伟翰他就特别指出说 台北市萨卡都这板块未来会怎么样位移呢 首先第一种状况 状况提一 就是绿营归队 城市中回到35% 那么蓝营依旧可以维持40% 这状况一 状况二呢那是什么呢 是绿营指部分回归 城市中拿不到35%的话 展望安就会赢 而且是40.82% 另外一种是状况三 哪一些呢 像是黄珊珊如果拿深蓝的票 又可以抢绿的票 潜绿的票 那么他就可以吸收柯文哲的认同者 这个时候呢 黄珊珊就会赢哦 好而且呢是35% 那么赢得蒋万安34% 另外城市中是3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的可能是状况四 绿营维持35% 或者是再更高再更进步一点 那么蒋万安被黄珊珊严重吸票 哎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陈时中会赢哦 他是拿上一届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跟这一届有可能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这样来看的话 到时候陈时中有可能会拿到35% 那么黄珊珊是31% 至于蒋万是33% 好这种四种可能的状况题 名嘴他都有特别的来为大家分析 那么最有可能成为 民进党台北市提名人的陈时中 最近的民调支持度 其实还是不太理想哦 跟他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相比真的是差很多 而疫情发展也让他的声势 受到了影响了 同样是有议长参选的林佳龙说 陈时中因为防疫不力 导致仇恨值 好这三个字有升高 如果派出陈时中参选 担心会升高讨厌民进党的氛围 操作气宝 那么立委郑立文就解读说 陈时中其实是在摇文质化 他的参选恐怕反而会让绿营气宝 怎么阿中部长麦启嫌苏姬来了 难道这阵子没有出席疫情记者会 他要开启事业第二春吗 我本来以为是文家把我的头放上去的 我觉得还蛮像的 真正要的斜杠人生当然不是这个 陈时中的目标放在参选台北市长 只是他在指挥中心担任指挥官任内的防疫成绩 已经备受外界质疑 想华丽转身难免有落跑之嫌 陈时中部长现在 他的身份就是卫服部长 以及防疫指挥官 应该要做好相关防疫 以及分内的工作 否则就是弃人民健康于不顾 其实都是相当荒腔走板的作为 却为了选举说突然要离开防疫的工作岗位 这要如何跟人民交代 连有福龙王之称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都主张 目前疫情严峻他应该有更重要的任务 是带领大家对抗疫情 民进党内有意争取代表出战的林佳龙都说 陈时中若参选将会成为仇恨值高的候选人 我觉得蔡英文的确是在犹豫 因为陈时中的问题的确是非常的大 他因为这个疫情的失败跟错误 造成的仇恨值很高 尤其是在台北市 他本来很高的年轻的支持度 已经全部流失光了 他已经没有原本的优势了 当防疫红利消耗殆尽以后 包括多个民调结果 陈时中都呈现逆风的态势 因为讨厌民进党的心情 会不会更容易促成蓝营的气宝效应 陈时中选我们叫做姚文字化 姚文字化是更惨 不是蓝营气宝 蓝营没有气宝 是绿营气宝 一些浅绿的会跑去支持黄珊珊 这才是事实 他其实现在在不断电高 自己可以参选台北市长的 一些利基点 所以他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现在所谓防疫的缺失 很多的做不好 来批评陈时中的一些表现 陈时中是小英锁定的北市长人选 满意度低仇恨值高 林嘉隆盘算 一面电高自己的能量 戳中蓝营支持者心中的忧虑 记者综合报道 好年底九合一大选逼近 那么国民党布局 高雄市长人选逐渐明朗 原本传出有意想要搅逐市长宝座的张亚中 他说祝福柯志恩当选 那么柯志恩如果参战的话呢 他当然就是遇到陈奇迈打算要连任嘛 那么就来观察进一步的分析了 柯成两人的声量 柯志恩的声量最高点是在6月21号 我们看到在这边 当天是有4342笔的讨论 因为当天就有传出国民党交针召他参选高雄市长 那么网友们也开始纷纷在Google 有些人本来不认识他就开始问了柯真是谁啦 好来搜寻他的背景都开始很好奇了 另外呢 陈奇迈声量最高点是出现在6月15号这边 好这边为什么会有7000多笔的声量呢 因为当天有这个机车行被砸的事件 治安的问题又在浮上台面 那么柯志恩另一个声量高点出现的时间 是在27号这一天 总共有1700多笔的讨论 而当天呢 柯志恩接受专访的时候 有回应说要选高雄的这个传闻 他表示自己呢跟韩国瑜不一样 甚至还抛出说 不会有这个爱情摩天伦这个问题 那么也让他呢 也跃上了这个声量榜的第二次 而这也是第二次超过陈奇迈的网路声量 我们持续来看 国民党一定要在年底的选战当中 一定要获得最大的胜利 好吗 好 感谢支持者拥护 深深一鞠躬 国民党高雄人选确定了 由智库警长柯志恩出战 强调走遍高雄全力以赴 还话要把选战打得漂亮 所以呢无论如何 为了要看告各位媒体 我一定要让这场选战打打 全国都看得到 柯志恩身为一个北漂多年 再回到南部生活的女性 她想要给高雄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不过从没有意愿到信心喊话 柯志恩原先犹豫不决的因素 是因为希望在地优先 当然很希望是能够培养在地的一个人才 那很显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在地的议员认为 或许这是一个开始 所以呢就慢慢的转变我的一个心态 那我想远来是客 那我相信他来了以后 就会体验到说高雄的热情 一句来者是客到今的主场优势 绿营议员磨刀霍霍 开始对柯志恩下战铁 朱一伦没有再担心 而是赞赏北漂女孩回到高雄 这一位南台湾长大的阳光女孩 北漂了一段期间 现在要回到南台湾 回到高雄 志恩也会在原来韩市长 跟韩市长团队 包括我们几位副市长跟局处首长 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把一些高雄重大建设 重大的一些地方关心的事务 来一一的来努力 一一的来完成 江城街韩市府团队 在朱一伦眼中阳光女孩 获得党中的青睐 在地期盼母鸡也终于出现 在党中还未宣布提名之前 合体看板都已经做好了 只不过这结果 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吗 民党做的这个民调呢 其实都是委托 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 上个礼拜我已经讲 这个都是真实的民调数据 所以我想这个张亚中校长 可能不需要执着 在这个民调数据上面 隔空喊话 同样有意参选高雄张亚中 不再纠结民调 在脸书发文表达尊重 强调以不争随喜作为参选前提 国民党高雄提名纷争 暂时落幕 柯志恩做好准备 在面对寒流压力之下 期盼能够让我是高雄人 再次成为一种荣耀 借过三杨李嘉宇高雄台北报道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你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次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